我国的紧急状态本来在8月1号就会结束 那为了防止国盟政府延长又延长这个紧急状态呢 早前呢在野党他们成立了一个叫做 提前终结紧急状态这样的一个委员会 然后他们积极的要求进建国家元首 来了昨天呢就有消息说了 元首终于同意会面 而且呢还会召见所有不只是在野 而且是在朝在野所有政党的领袖 召见朝野政党领袖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呢 马上就引起方间揣测 就是大家想一想 现在政局呢其实不太稳定的情况之下 突然召见各党领袖 究竟会深入的商议一些什么事情呢 国内政局会不会有出现什么新的变化呢 来到今天早上啊 第一位抵达王公的是首相慕尤丁 但是王公之后呢在面子书就发文说 慕尤丁今天早上与陛下进行内阁会议前的例行会议 在会晤元首大概一个小时之后呢 慕尤丁在早上九点左右就离开王公了 在慕尤丁离开之后 第二位出现在王公的政党领袖 就是国会反对党领袖兼公正党主席安华 在首相慕尤丁禁建元首之后 国家反对党领袖兼公正党主席安华 在早上十点三十七分乘坐黑色轿车 抵达国家王公禁建元首 大约一个小时后 安华在离开王公前停下车来接受媒体访问 当时现场整百名媒体是蜂涌而上 安华表示 他恳求元首苏丹阿都拉陛下 不要延长即将在八月一日届满的紧急状态 因为这只会让国家蒙受损失 安华表示 在会谈中他也提出了很多课题 包括针对新冠肺炎检测 感染及死亡率的看法 而对于元首陆续召见各政党领袖 是不是涉及组建新政府的课题呢 安华则表示 这次的会面没有谈到权力更迭的问题 在安华进见元首之后 在野党的另外两位领袖也接连入供进见 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 在今年中午1点57分抵达国家皇宫 他之后只是向媒体表示 现在国会不能召开 国会议员无法为人民发声 因此元首是人民的希望 而诚信党主席穆罕默沙布 则在下午3点抵达国家皇宫 而他也是今天进见元首的名单中 最后一位政党领袖 西蒙三党领袖进见元首之后 前首相马哈迪也证实 他会在明天星期四入供进见元首 而元首也会在下周一透过线上的方式 会见沙拉越政党联盟就是GBS成员党的领袖们 虽然今天进见元首的几位在野党领袖 他们都谈到希望可以终结我国目前在落实中的紧急状态 让国会可以重新召开 但是这个紧急状态会不会提前结束呢 又或者会不会再延长呢 其实到现在还是有一个大大的问号 那另外一方面 国家王宫的总管阿莫法迪尔也发文告说 元首苏德亚多拉陛下会在6月16号下个星期三 在国家王宫召开统治者特别会议 他提到呢 召开这一场各州统治者参与的特别会议 是元首的主意 而且呢将由陛下亲自主持 到时候呢 他们将会讨论对抗新冠疫情 以及紧急状态的课题